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近日,一则重庆24层高楼无电梯的视频在网上热传,这栋楼也迅速成了网红楼,如果从一层爬到24层,难度可以想象。 但神奇的是,此楼有三个出口,分别通往三条不同街道,网友纷纷感叹,重庆不愧是巴逼魔幻城市。 1月18日,重庆晚报记者实地打探,确实没有电梯,全程靠腿脚走,网红,24层无电梯,人怎么生活18日? 记者来到长江索道附近打听网红楼,导游王欢说,这栋楼位于渔中区白象宾馆旁边,下临长宾路,乘坐索道就能看见,离索道最近也就几十米,每次带游客都要顺带介绍下这栋楼。 很多外地人都惊叹,24层楼竟然没电梯,里面的人怎么生活? 记者来到解放东路和白象街交叉口打探,烟谈老板范先生指着对面说,那栋楼就是,最近很多人都来看稀奇,其实也没啥大不了,早就习惯了。 打探,有三个楼层,通往三条街在白象宾馆旁边,记者看到这栋楼,门廊上写着白象居三个大字。 大楼依山而建,站在解放东路数,露出来的一共有九层,再往下看,深不见底,这栋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,确实没电梯。 居民胡先贵说,这个小区有六栋楼,相互有廊桥连通,每栋有24层高,有三个出口,通往三条不同的街道。 第一层通往下望龙门车站,吉连长滨路,第十层出口通往白象街,第十五层出口通往解放东路,临近解放东路一侧是一号楼,依次往滨江路延伸,最远是六号楼。 站在解放东路平阶层,恰好正对白象居小区一号楼的十五层,里面有小卖部,串串店,洗衣店等,每层楼有四户人家,空间太窄,楼梯值得相互错开。 体验,爬楼腿发抖,搬运要加费,顺着楼梯,记者先十一层层往下走,到达第十层有一个平台,这个出入口通往白象街,居民黄雄正在通道口休息。 他说,住十层下面的邻居,一般在白象街买菜,免得爬十五层太费劲了,家里装修,都要加搬运费,继续往下走,到达小区第一层,出口很隐蔽,出来则是下望龙门车站,未体验网友说的,晕头转向感觉。 记者又沿滨江路一楼往上爬,一口气爬到第十二层,以腿脚酸软发抖,不得不休息喘口气,越往后面爬越感觉体力不支,到二十层时已全身无力,感觉头晕目眩,最后爬到二十四层,共花了十一分钟。 由于此楼独特的构造,也给许多影视剧,提供了很好的拍摄场地,白象居三栋和四栋,有一处廊桥相连,这就是陈坤主演的火锅英雄取景地之一,影片中刘波和唐僧在雨中的追逐戏,大都取自白象居小区及周边街道,盘点重庆魔幻建筑穿楼而过,轨道里子霸站在雨中区,轨道二号建里子霸站穿居民楼而过, 一楼至五楼是商铺,中间六楼至八楼是轨道交通区域,九楼至十九楼是住宅,最复杂立交桥,黄绝安立交,南岸区黄绝湾立交共五层,十五条杂道连着不同方向,网友戏称,走错一个杂道,就是重庆一日游,屋顶马路,汽车飞驰在屋顶这条路,是南岸区南宾路巨峰江山里的小区道路, 与楼下的主干道海棠西新街呼应,任性天桥,天桥穿楼,而过天桥桥深一端,位于于中区大洋沟派出所一侧,另一端直接与新龙花园A栋十三楼相接,距离地面约四十米,桥面宽约两米,长约三十米,波浪公路,坐车如过山车,波浪公路,位于八南区建十一物流园区内,修在一处行,